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刘源 最近总是有很多朋友问我 呀 您还在做着3D打印呢 是 我还在做着3D打印 记得从2013年入行到今天有六个年头 但是现在三粒打印的概念 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热了 是啊 从2012年 奥巴马政府宣布在美国建设 第一个三粒打印创新中心 开始呢 同年4月份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发表 三粒打印将要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 开始 三粒打印的概念 瞬间在全球就火爆起来 然后媒体呢也争相地报道 然后在这个时候啊 很多人就对三粒打印产生极大的兴趣 以及很高的期望 他以为三粒打印无所不能 他像多拉A梦口袋一样 想要什么都可以 但事实上 后来慢慢地 一些像这样桌面级的三粒打印设备 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边 像一些社区活动 像一些课堂上 他们了解到三粒打印它的流程是 首先需要有专业的设计师 来设计出来三粒的模型 然后呢 把这个模型传输到这样的设备里边 然后由三粒打印机呢 加热下面的这样的 一卷的这种塑料的丝线 融融之后呢 一层一层地这样堆叠出来 最后成为这样的最终的这样的状态 这是一个笔筒 三粒打印的过程非常像 我们那个做生日蛋糕的时候 集这个花的这种 花样一样的这种过程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 三粒打印 如果说我要是想买什么东西 我完全可以在超市或者网络上面去购买 我不需要任何的技能 只需要选购就可以了 而且成本也很低 只需要几十块钱 但是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一定要需要三粒打印呢 因为三粒打印 我还要找专门的设计师来设计 我还要找这样的设备 还要找这样的材料来搭配 最后算上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可能需要花几百块钱 这样滑而不识 没有用 那么三粒打印是否是没有用呢 答案是这样 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呢 三粒打印 现在确实没有太直接的用处 但是因为三粒打印它最大的特点 是从0到1创造新的产品 或者说是样品 那么它对于整个产业链最前端的设计师和研发人员就具有非常好的用处 是非常好用的工具 而我们通常消费者所购买的属于在这个流通领域最末端 产业链最末端的这种大规模生产之后的这个产物 比方说我们TEDEX想要做一款属于自己的这样的笔筒 它首先需要找设计师呢 设计出来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呢把这个模型输到这个三粒打印机里边 打印大概若干个小时 通常是几个小时 之后呢出来第一款 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样品 然后呢把这个样品 如果说没什么问题 就会送到这种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工厂 做生产之前的这个准备 来做模具的设计以及制造 然后最后呢 进入到量产阶段之后呢 通常这个时候 做一个这样的笔筒只需要十几秒钟 所以呢 对比三粒打印几个小时做一个样品 和大规模生产量产时候 需要只用十几秒钟就能做出来这样的商品 它的效率提升了上千倍 所以呢 单位时间里边大家都知道 生产的数量越多 它的成本自然是越低 所以这样的大规模生产的这个商品 在产业链的末端 在流通领域 它物美价廉 非常适合我们通常的这个消费者来去选购 而三粒打印呢 它在这个产业链的最前端 对于设计师和研发人员 它具有很大的用处 去年2018年的时候 美国通用公司前副总裁 艾特黑米的来到中国 据他介绍说 从2010年 机翼在使用三粒打印之后呢 就一直地在不断地在收购公司 大概九年时间就收购了四家三粒打印的公司 前后最后还建设了三粒打印航空航天 创新中心以及事业部 据他介绍 像这样一个复杂的航空发动机的轴承 里边有400个零部件 按照传统加工工艺呢 需要50个工程师 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 而现在呢 只需要两个工程师 经过重新设计 把400个零部件整合成一个零部件 然后几十个小时就能够做出来 据他介绍说 这些年在机翼的研发过程里面呢 就是这样的研发 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 先后呢 为机翼节省了50多亿美元的成本 由此可见 三粒打印在这个复杂 设计制造领域 发挥了它巨大的价值 那么 三粒打印是否能够 就是 更贴近于我们消费者 为我们大多数人服务呢 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三粒打印 刚才有提到 它是从零到一能够个性化制造 那么它就在 个性化制造的应用领域里边 目前有很多的应用案例 首先 对于设计师 对于设计师来讲 比方说这个是一个 创意礼品的一个领域 这个是一个月球灯 这个创意最近两年 风靡一时 卖了很多很多在全世界范围内 这个是在口腔领域 通过三粒打印 可以做出来更加贴合 人们口腔 就是每个人口腔特性的 条件的这样的假牙 这样的话就提高了舒适度 然后呢 进一步降低了患者的痛苦 这个是在医疗骨科领域 通过打印 人造修复骨科 然后降低手术风险 最后一个是在食品领域 可以将食材进一步地塑形 更加地美观 此外我们还有另外的思路 就是让三粒打印 进入到大规模生产领域 让它进一步地降低商品的成本 那么在大规模生产制造领域呢 模具是必不可缺的 这样一个要素 模具被称为工业之母 没有模具呢 就没有现代化工业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第一个 首先打印这种传统的金属模具 打印传统金属模具 三粒打印它的特点 是不受这种传统加工工艺的影响 可以根据商品最终的这个形态 来去设计模具里边的这种 随形的降温系统 这样的话 做出来的模具 它的稳定性更高 就能够提高产品的良率 以及单位时间里边产品的数量 另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思路 这个正在做测试 就是做一种新型的材料 在一种塑料里边 特种塑料里边加入金属 让它具有模具的强度 硬度 以及热传导性 这样的话 就能够大幅地降低模具的成本 而且 据我们现在做了大量的验证 得到初步的结论 可以能够强度硬度这些指标 能够基本满足要求 这样的话 当实验成熟推向市场 就能够可以比现代的金属 三迪达印设备更加的便宜 造福更多的中小企业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大力发展三迪达印 因为众所周知 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大国 而非制造强国 那么如果说 我们要做加速产业升级 就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里边 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获取更多的实验的数据 以及实践的经验 而三迪达印 它最大的优势 就是从0到1 快速地加速研发迭代 因为我是作为一个三迪达印的从业者 这些年为数百家企业 提供三迪达印设备及其服务 我能深刻地感受到 三迪达印对于它们的价值 就是加速研发 降低成本 所以最后我非常希望 有更多的专家 以及科技人员 加入到这个行业里边来 来创新更多的技术 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